怀素 中国草书的大家 他学习书法的过程 常常被当作励志的故事教育后人 那么怀素是如何学习书法的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书法档案是怀素 学书的诀窍 凡是学过书法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 那就是书法学习离不开灵贴 你可以不找老师 但临摹自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没有几年的灵贴经历 是写不出一首好字的 如果不灵贴 想要写好书法 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古人是如何学习书法的 他们也临贴吗 临贴到底能不能写好书法呢 浙江大学于中华博士 做客百下讲台 从草书大家怀素 学习书法的经历入手 带您探寻 古人学习书法的过程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书法档案之 怀素 学书的诀窍 上一节啊 我们讲 按照现在临摹自贴的方法 来学书法是不可行的 很多人在问啊 说你说临摹自贴不行 我们现在不都是临摹自贴 来学书法吗 其实这个观点啊 他也不是我的 我也是帮别人说了一句话 谁呢 宋代有一个大书法家 叫黄天坚 黄天坚讲的 宋代的时候呢 已经都在临摹自贴了 他在想啊 我们现在临摹自贴的 这个方式行不行 他也在琢磨这个事 结果经过多年的研究过以后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说 古人学书 不尽临摹 张古人书语必奸 观之入神 则下笔实虽人意 这句话呢 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结论 他说古人写字 是不临摹自贴的 第二个呢 是古人学习的方式 就是不临摹自贴 它怎么办呢 它是把古代的书法自贴 古人的作品 挂到墙上 每天看 看到什么样子呢 观之入神 都已经看到了 似乎那个人在书写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拿了毛笔一写 OK了 当然黄天坚的这个结论 我们不重要 我对这个结论呢 也不太赞成 我认为这个有错误 但是说古人不尽临摹 我觉得这句话 对于中国书法史 那可是要浓墨仲采的一笔 这个呢 太重要了 也就是说 它反过来证明了 古代的这些大家高手们 他们学习书法 有自己的窍门 唐代有一个人 叫陆宇 他和怀树两个人 是哥们 怀树大家知道吧 中国草书史上面 最强悍的两个人 一个就是张旭 一个就是怀树 张旭呢 这个人家称之为张颠 颠狂状态 怀树呢 人家称为是叫狂僧 你看这两个人很有意思 后人还有说 怀树以狂计颠 谁约不可 两个人 双子星座 双风并持雨 中国书法史上 这样的人物 这个陆宇呢 查圣 研究查的那个顶级的人物 就是这位陆宇 陆宇呢 就给怀树写了一篇传记 因为是哥们 兄弟 所以了解的非常详细 但同样 他讲的东西呢 也非常可信 陆宇啊 就把怀树 怎么样学习书法的 一个过程 原原原本本的 给他记录了下来 这个怀树传 对我们研究书法是 太重要了 一开始 陆宇是这样讲怀树的 说这个怀树啊 非常勤奋 从小就喜欢写字 可能大家想了 这个写字嘛 肯定都是从勤奋开始嘛 我一中华小的说 两字也很勤奋的 写的字都是一堆的 一房间一房间的在那边堆着 那怀树的勤奋呢 可是不得了 这个陆宇啊 给他这样记载 说十九憨兴发 欲四壁里墙 衣裳弃弥补书枝 看到只要这边有白墙壁 看到你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 他拿了毛笔 都给你写了一头 其实这个还不算 更有意思的在于 陆宇说啊 常与故里种芭蕉 多少呢 万余树 种了一万多株芭蕉树 在那边 以共挥杀 什么意思 就是怀树啊 因为他家里面比较贫穷 没有钱呢 天天去买纸 于是呢 就种了很多的芭蕉 然后在这个芭蕉叶上 每天写 写到尾过以后 这边新的这个叶子又长起来了 然后就在上面写 哎呀 我觉得这个也是 感觉到像个仙境一样的 这种练字方法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而且这个和尚 啊 怀树还给自己的这个房间 栽号取了个名字 叫绿天安 大家想一想 你每天在一个高大的芭蕉丛里面 在练字 这个绿叶啊 知天蔽日的 天都是绿的 所以叫绿天安 在这边练字 这样练了陆干年 哎呦 感觉到还是不行 于是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啊 是这样记载的 说输不足 乃七盘输之 又七方板输之再三 后边有一句话 我等一下再讲 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呀 用七啊 七了个盘子 还七了一个木板 然后在上面练字 这个大家别误解啊 我们现在这个七啊 你七过以后是不能练字的 我们现在这个七叫什么 叫油七 油七是不行的 古代的那个七 就是那个七处上面 直接一割流出来的 那个上面是可以写字的 七了一个盘子 又七了一个木板 然后在上面练字 练的什么样呢 书之再三 请看最后这一句 就知道他的刻苦了 叫排板揭穿 拿着毛笔写字 就把那个盘子 木盘子 木的呀 都给他写穿了 过去说 王羲之写字厉害 说是入木三分 你不是入木三分吗 人家都写穿了 可见这个用功的程度 按道理说啊 如果能够运功的这个程度 那这个写字将来肯定会很有名气啊 就光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绝对是中国书法史上典型的立志的故事 我小的时候 当时有时候写字 懈怨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文章马上就来劲了 他突然间反省了一下自己 我们一般是按照一个方式就往前面不停的走 高手厉害的人 他会退过来 古人讲的叫反攻自问 反过来问问自己 说我这样做行吗 怀素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写了写了 我突然间心里面一阵恐慌 说我这样写字 难道真的可以明垂宇宙了吗 当正宇宙大明吗 结果经过几轮的反问 反思 反省 最终得出来了一个结论 说 学不失授 如不由互出 如果学习书法 没有一个高明的老师来指点的话 那么其结果 就像我要走出这个房子 是不是从门里面走出去的 户就是那个门 那怎么出去啊 撞墙出去 能出去吗 只能是撞的是脱破血流 所以你看 先是反省 一反省呢 就反省出来了 第二个 诀窍 就是拜师 在中国人看来 字是一个人的脸面 字如其人 字就是脸面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 加入书法学习的大军 可以修身养性 书法是什么 书法就是艺术的书写 文字的演变 为什么会从甲骨文 金文 到传书 历书 砍书呢 永字 富含了书法的哪些信息 百家讲坛特别推出书法档案 敬请关注 怀素的老师是谁 他是如何向他的老师学习的 他的老师又教着他什么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书法档案之 怀素学书的诀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素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 以大草建厂 他幼年浩佛出家为僧 是中国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大家 他的草书被称为狂草 其用笔奔放流畅 一气呵成 又出乎意料 令人拍案叫绝 他早年学习书法的故事 勤奋刻苦 经常被当作励志的故事 教育后来 陆宇的怀素传 是至今研究怀素的第一手资料 在怀素传中我们看到 当怀素整日埋头苦练时 他突然意识到 这样练下去是不行的 必须要由高明的老师来指点 那么他会向谁学习书法呢 找老师大家都会找 但是拜师真正要拜师啊 这里面大有学问 一般人拜师会找一个名师 但我们一般找的名师是什么呢 是那个姓明的名 就他有名气 名气很大 我去找他拜师了 但是大家想 名气很大 很有可能水平很高 但是写得很好的人 他不一定懂得教学啊 教学和书法的创作 还是两个概念 两把事 你看看人家怀素是拜师怎么找的 一打听 打听出来了 说咱们自己家亲戚啊 有一个叫远房的表亲 叫巫童 也就是说巫童相当于是怀素的表哥 这么个关系 也和常理吧 我们一般要拜师 首先都是找一个 给自己有点关系的 好介绍嘛 好去拜师嘛 但是巫童这个人是谁啊 前面我们讲张旭 张旭的弟子 严敬卿 这个巫童和张旭 也是师生关系 也是张旭的门生 他和杨年青 和前面讲的那个裴经 他们都是师兄弟 这里面说明了什么问题 这个人是传法 也就是内传弟子之中的一个 这是个名师 哪个名呢 是明白的那个名 他懂得笔法 是这样的一个老师 第二个 巫童这个人啊 人家是懂教学法的 所以你写的好 你不懂教学法也不行啊 就像我们现在考教师资格证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你还得考教学法呀 你不懂教学 具体怎么教学 这也是一门学问啊 巫童怎么样来教导这个怀素的呢 有办法 陆语是这样记载的 他说 至中西 尔未怀素约 先看这一句 至中西 什么意思啊 中西就是 夜里边的中间那个部分 半夜 夜半时分 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 大家还有印象吗 前面那个张旭啊 教阎灵青的时候 是不是啊 也是左右故事 看看周围没有人了 然后浮然而起 换了一个地方 走到其他地方去了 阎灵青跟过去 才讲了笔法 他可不是在大庭广路之下教的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中西更厉害了 是在半夜的时分 才开始教怀素 学书法 我看到这个呢 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 小的时候看西游记啊 这个孙猴子 孙悟空 也是像怀素一样的 突然间发现 我老是这样混下去不行啊 还以为自己有两把子力气 都怎么怎么样子呢 结果呢 突然间就想 要想长生不老 要想武术很高 于是就去拜了一个 叫菩提老祖 要找老师学习 也是悟到了这个 你看 菩提老祖也很懂教学啊 人家怎么教的 哪一天 抓了孙猴子 训了一顿 伸出手指头 在猴子的头上 邦邦邦 敲了一下 然后背手 反背手 扭头而走 当时 菩提老祖的这个门下啊 所有的学生都说了 那些小道士们 说猴子不能了吧 把老祖给得罪了吧 结果孙悟空突然间悟到 说敲我的头三下 那是夜半三经时分啊 被反背的手过去 那应当是到后门去学习啊 结果到那边 学了七十二遍 学了金斗云等等等等 在学迹里边 有一句话 说教学应当是什么样子呢 是叫君子隐而不发 月如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师要交给学生 这个知识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填鸭式的 塞给他 要让他知道 而是就像那个 拉的那个弓箭一样的 就是不给他 要让这个学学 跃跃于世 想得到他 然后这个时候 顺势就给他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说 这个智中西 表明巫童是懂得教学的 高明的老师 巫童给怀祖讲了什么呢 他说 草书古世多亿 唯太宗以献之书 如灵冬枯树 寒记尽印 不治之夜 张旭 长使又常思未同约 孤鹏自震 荆沙作飞 于诗尔为书 顾得奇怪 凡草圣尽于此 讲了一下草书的这些秘诀 这个秘诀里边的具体的内容 我们这里先不展开讲 怀树跟随着他的老师 也是他的表哥 巫童在那边学 一晃呢 一年多过去了 怀树呢 觉得有学的差不多了 巫童觉得可以出师了 回去吧 于是准备告辞而去 这个陆语啊 记载这一段 记载的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里边 他留了一手 作为潜台词 藏在下边了 这个一定要细细琢磨 读古书啊 绝对不能说 走马观花 一溜而过 那个不行的 你看 巫童怎么说的 巫童说 万里之别 无以为正 古人讲话啊 非常雅致 文周周的 说白了就是什么呢 你看咱们俩今天就走了就分别了 啊 这你这要走的话 咱们现在也有这个 我得表示表示啊 得送你个东西给你啊 送个什么礼物呢 说我们家里边啊 祖传的 有一个宝贝 这个宝贝什么呢 其实就是三个字贴 一个呢是王羲之的 啊 这个贴的名字呢 叫做厄西贴 还有一个呢 是他儿子小王的两个 叫做烧贴和牢贴 请大家仔细看下面 干嘛呢 我送给你这个东西 巫童送给怀树 目的是叫尼茨日客 你啊 拿着这个东西 开始临摹自贴 作为你每天的功课 我刚才讲 巫童啊 教这样的一种方式 路语在寄述的时候 里边留了一首 留了一首是什么呢 第一 这说明怀树 在巫童那里 学书法学了一年多 压根就没凌过之天 第二 他每天在练习笔法 等到笔法练好过以后 巫童才开始 让他尼茨日客 临自贴去吧 OK 这两个 大家合起来想一想问题 巫童教怀树 学习书法的方式 像什么呢 大家想想像什么 像不像咱们现在的乌里克 和我们的书法课 还真两码事 我们现在的书法课 直接自贴 大家今天淋什么自贴吧 要么你就淋了几个字 淋过以后我一点评 说写的还不够像 继续再多练 书五百日功嘛 要勤学苦练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这个呢 像乌里克 乌里克怎么上 乌里克是先讲 定律 把定律 讲清楚了 用立题 习题 想办法 把它说清楚了 大家听了也明白了 一堂课里边 如果说是四十五分钟 至少有二十分钟 就是讲定律的 一定要讲的 让你很明白 让你能够熟练的掌握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才会给你 大家有没有印象 咱们的乌里克 定律 这个立题 然后有一个习题 练习题给你了 然后你在练习题的时候 可不是说 我把这个练习题 我抄一抄 我抄了多少遍 我抄得很好 抄得很像 这就行了 不是的 你关键是要解题 也就是你要能够 把那个定律 熟练的运用到 这个习题里边去 然后把它顺利的解掉了 这个才行 到现在也没见过的 谁把物理题 或者数学题抄得很漂亮 最终能够得分的 不可能的 所以你如果把它倒过来 放到我们的书法里边 把它置换到书法里边 你会发现笔法就相当于 那个定律 字贴就是那个习题 也就是说 咱们只有掌握了笔法 这个定律过以后 再去临摹字贴 等于把这个字贴就解题了 哦 原来那个笔法是这样运用的 我就知道了 下一次我也可以按照这种笔法 熟练的进行书写了 从而形成了我个人的书写风格 它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才说 要学好物理 首先要熟练的掌握定律 不知道定律 你面对那个习题 无从措手 那么要学好书法 首先要熟练的掌握笔法 不掌握笔法 你对那个字贴写得再像 你也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书法家 那么这个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是的 我们现在可能承认笔法 哎呀 的确是很重要 俞仲华 我承认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笔法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你能不能跟我讲啊 你关键是要把笔法这个定律告诉我呀 在中国人看来 字是一个人的脸面 字如其人 字就是脸面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 加入书法学习的大军 可以修身养性 我刚刚学书法 书法是什么 书法就是艺术的书写 文字的演变 为什么会从甲骨文 金文 到传书 历书 凯书呢 用字复含了书法的哪些信息 百家想谈 特别推出书法档案 敬请关注 学习书法 讲究一定的握笔方法 那么如何握笔 才能写出好的书法呢 对于这一点 见仁见智 观点不异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书法档案之 苏东坡 纸笔无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学与学业涌成 可以出师了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两人分别的时候 乌童却拿出了三个名帖 让怀速日后临摹 对此于中华老师认为 从这点可以看出 怀速在乌童那里学习 是没有临摹自贴的 他一直在学习笔法 那么笔法真的存在吗 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于中华老师是如何解释这一问题的 我们今天说怀速这个人很厉害 他有一篇自己的叙述 自己这个形状的一篇文章 而且还是自己手写的狂草 叫自序贴 自序贴什么意思呢 就是怀速说 我现在学习笔法学得不错 写得挺好 很多的文人末课 很多的达官贵人 都给我写了很多的诗词歌赋 来赞赏我的 于是怀速就把这些东西 全部集结起来 写下来 写下来过以后 请他的老师来做个序 那这句贴就是这个 你看怀速加长沙 诱饵是佛 惊蝉之下 破号彼汉 染恨未能 远堵前人之奇迹 圣以为恨 就这么一个东西 闫耐清呢 在给他做拔言的时候 里边说了一段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闫耐清是这样讲 赴草稿之作 起于汉代 度度摧远 史依妙闻 戴胡波音 优善其美 西县之将 鱼鹿相承 口诀首寿 以至于吴俊张旭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 草书的笔法称川史 最早 咱们现在写的这个草书 起源于呢 是在汉朝 经过一系列的 比如说有都度摧远 然后到张伯英 就张之 汉朝的时候的草圣 再到王羲之 王献之 再到渔路相承 渔是渔是南 路是陆建之 然后再 到了他的老师张旭 到吴俊张旭 这里边有四个字 叫口诀首寿 请大家注意这四个字 口诀首寿 这四个字 其实两个词 一个是口诀 一个是首寿 口诀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口诀的 也就是语言文字的方式 来传承的 首寿呢 是能够有一个人物 来跟你解说 用手直接写给你看 然后看 这个口诀讲的 就这个意思 这样非常明白 有文字的 有现场书写的 一目了然了 两个字要对了号就行了 就是这个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怀树学习书法 其实最重要的 有两个方面 第一 是人家有啊 笔法口诀 第二个呢 是有一位能够 首寿的老师 其实怀树还不止一位 前面是一个巫童 是他的老师 你看严林青 我们不说了吗 严林青和巫童是师兄弟 后来他又转过来 找严林青 请教笔法 有两位都能够 既知道口诀 又能够首寿的老师 所以怀树不成为大家呢 才怪了呢 是不是 说不过去 严林青啊 他在 他的那个课堂笔 也就是前面讲的 树章当时 笔法十二亿里面 其实他也记录过 就是他自己啊 请教张旭的话 说是什么呢 他说 姓蒙长死九丈 传授用笔之法 敢为公输之庙 何如得其于古人 那么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前面问我这些东西啊 我基本上都掌握了呀 那么我怎么样才能够 其间于古人和古人 这些大家一样 能够欺民 能够并肩的 这样的书法家 这个我觉得 严林青也是 这个人啊 非常有雄心壮志的人 张旭的原话呢 你看看是怎么讲的啊 请大家看 他说 妙在执笔 令其原唱 物始居难 这句话 我们不管他 下边的一个里边 其次始法 为口传首授之诀 物始无度 所谓笔法也 大家有没有看到 又是这四个字 口传首授 口传的是一个口诀 首授的是有这个 门派的这个传人 来直接跟你解说的 所以口诀首授也好 口传首授也好 目前来看 他肯定是 笔法秘诀的 一种内部 传法的模式 就这样传的 就是口诀首授的方式来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还有记者 谁呢 就宋代有一个朱昌文 他把历代的 这些书法的文章 理论文章 把它集结起来 恐怕散掉了 天长日久过以后 万一全部都一诗了 觉得非常可惜 于是把它编起来 叫做墨词兵 他记载了谁呢 储碎梁的一段话 储碎梁大家也知道啊 红文馆的 原来的班主任 后来又做老师 也是中国书法史上 一等一的高手 同时也是笔法 授受史里面的 那个人物 储碎梁是这样讲的 他说 梁师不遇 岁月图瓦 这句话跟槐树啊 悟到的是一样的 没有碰到真正的梁师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明师 明白的明 这样的老师 岁月图网 白白的浪费时间 精知能者 实践一掰 虽然现在看看 也有一些名家 就我们今天一样的 你还不能说 没有得到秘诀 就没有明家了 也有 忽不悟者终身明悟 但是呢 真正不能够悟到的 终身都没有成就的人 却大有人在 所以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这是储碎梁讲的 他说 盖废口传首寿 而云能知者 未知见也 就是说 你没有得到那个口诀 你没有人真正的 首寿给你的话 你说你成为书法家 骗鬼去吧 我到现在 一个都没见到 这个话就讲的非常绝对 所以可见 这个笔法呀 口诀首寿 这个就是古代笔法 传承的这种方式 口诀 文字的方式 首寿呢 首寿就是一个老师来教 同样 明代有一个叫谢静 在春雨杂树中 也有一段话记载 很有趣 为什么说有趣呢 你看 他说 学书之法 非口传心寿 不得其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白 我为什么说他有趣 是因为 他说 学书之法 非口传心寿 前面我们讲的那个是什么 叫口诀首寿 人家明明是一个首寿的 到他这边来呢 他知道有一种形式 在内部传法 他却说是口传 心寿 由一个首寿 变成了心寿 说明了什么问题啊 恰恰说明了 到了明代的时候 其实是从唐朝末期开始 能够进行首寿的老师 已经没有了 有可能那个口诀 还会传下来一些东西 但是你找到是找到了 如果说你解决不了他 你不能首寿 不能转换成 手头怎么去书写 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时代的发展 反过来也证明了 苏东坡讲的那句话 叫眼柳是木 笔法是传了 人物凋零了 所以文采风流 扫地尽乙 这段话讲的是有道理的 确确实实 是人物凋零了 笔法失传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现在 能够找到 靖堂时期 失传的这个口诀 能够找到的话 那也就不仅仅是证明了 古人确实是这样的一种 传统方式 如果我们还能够 进一步地把它打开 就像他这个黑匣子一样的 宝贝都在这个里边 信息都在这里边 如果能够把它再打开的话 真相大白于天下 我相信书法的千年之衰 能够绝取于金石 但凡学习书法的人 都有这样一个认识 书五百日功 学习书法 需要勤学苦练 没有几年的功夫 是学不出来的 于中华老师也认为 勤奋是学习书法的前提条件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再掌握了笔法 学习书法 就更是如鱼得损 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里 显见笔法的记载 那么这些笔法到底是什么 如何理解古代书论中 笔法的含义呢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免得大家觉得很沮丧 举一个例子 唐代张怀冠 有一个用笔诗法 我就把它找到了 那么在张怀冠的书论里边 还有历代书法论文学里边都有 诗招的名字 我先大致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叫炎养相悖 第二阴阳相应 第三淋雨参差 第四风乱起伏 第五争吵偏枯 第六邪针失责 第七识色飞动 第八射空玲珑 第九尺寸归度 第十随字变转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十个招式 什么感觉 你看我们家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 而这些都是一些招式的名字 但我这里是简单的把这个名字呢 告诉大家就是有这么十招 有这样的十招 其实他每一招啊 他后面还有一串文字 干嘛的呢 就是张怀冠自己注释的 说这一招啊 你看名字叫做淋雨参知 那么淋雨参知是什么意思呢 后面他给他解释了一下 怎么怎么样才运用淋雨参知 什么叫淋雨参知 他的妙处在哪里等等等等 按道理啊 如果你能够找到 古人失传的口诀 你能够把这个黑瑕疵 给他打开 把里面的信息挖掘出来 也基本上就完成任务了 我拿到这些信息过以后 也按照这种方式呢 想能够迅速挥洒 按道理说事情呢 可以的 结果发现 根本就不行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当时一下子陷入沉思 想了好久 后来就再次阅读啊 严仁清的术 当时笔法十二亿 我看到里边 有一段话 这段话呢 其实看过很多次了 这一次在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么一句 就是前面不是讲过吗 严仁清问张旭 说我呀 不仅仅是想知道一个会写字的方式 我还想能够齐奸于古人 老师你有什么招式 能不能把这样的招式 透露给我 齐奸古人的招式 秘诀是什么呢 张旭说 庙在执笔 另起原唱 物始居乱 庙在执笔 哎呦 我前面老师盯着那个口诀首授的 竟然把庙在执笔 另起原唱 物始居乱 这个给忘记了 也就是忽略了 执笔之事 的确啊 写毛笔字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如果要学术法 首先事先交给你 如何执笔 第一位的 首先学执笔 我把这个给忘了 当然我当时读到这里 给大家现在的疑问 其实是一样的 我说的 这讲的有这么选吗 难道执笔的姿势 比口诀首授的核心秘境 还要来的重要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这样想 我估计你的想法 跟我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学书法 都是从执笔开始的 执笔谁不会呀 拿起毛笔来 老师说 五个手指头 两个手指头把它捏了 这个叫腌 这个叫压 这个叫割 这个叫底 压压压 勾 隔底 五指执笔法 因为是有两个手指头 是包住的 又称之为叫双勾 或者叫双包 下面两个五指执笔法 或者叫五指执笔法 都会呀 这个还需要多讲 这不是正确的废话吗 执笔是重要 没有必要再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会了 但是大家反过来想一想 严真卿在向张旭 请教笔法的 这个记载的时候 这严真卿可是 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 四五十了 写字也写了很多年了 而且前面 他老是问他的 这个笔法十二亿 他都回答的 头头是道 而且获得了张旭的认同 难道他没有一个 纸笔知识 不可能了 严真卿掌握纸笔知识 比咱们可能还要早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 张旭还要给他讲解 说妙在执笔 关键在于执笔 而且是放到第一位的 要求是什么呢 说另起原唱 拿下来又很原唱 物始巨难 不要太拘束 就讲这么多 连具体的 到底怎么样执笔的方式 都没讲 大家有没有想过 张旭跟严嫩青讲 严嫩青不会执笔吗 为什么还给他讲呢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